大家好,我是玩家穆金博 上一期视频我讲了一下如何本地部署Deep-Sea Car 1 随后我太太看到了也想来玩一下 但是她的电脑配置不行,没办法部署7B 我的电脑给她了我又没得用 为了解决这个办法 我就需要开通局域网内调用我这台电脑的Deep-Sea Car 1比7B 同样很简单 首先关掉我电脑上的Olama 打开设置Windows实时控制面板 搜索环境变量 点编辑账户的环境变量 点新建用户变量 输入变量名称Olama Host 变量值0.0.0.0 点确定 再新建一个用户变量 输入变量名称Olama Origins 变量值 点确定 然后点环境变量的确定 再次打开Olama 这次Windows防火墙会弹出提醒 点允许访问就好 点击网络和Internet 选择Double ULAN 然后点网络链接 找到IPv4地址 记录下来 打开CMD 运行Olama Run Deep Seeker 1.7B 好了 我这台电脑的设置结束 很简单吧 下面换到局域网内的另一台电脑 首先我们要下载一个叫 Chartbuck的软件并安装 安装完成后打开 新建一个对话 点Edit 点Specified Model Settings Model Provider选Olama API API Hosts里把127.0.0.1T 换成拟代Pv4地址 11434部分保留不变 Model点击选择 Deep Seeker 2.1模型 把Name修改成你喜欢的名字 比如Deep Seeker 1.7B 然后点Save 现在我这台配置较低的电脑 就可以调用我另外一台电脑 部署的Deep Seeker 来问一下问题 下面来看一下 Token的速度 还不错 Deep Seeker局域网调用成功 移动设备也能下载Chatbox 用同样的办法调用就可以了 我太太不用霸占我的电脑了 等一下 她随时调用我的Deep Seeker 占用我的显卡 我还是没法玩游戏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觉得有帮助的朋友请点赞 收藏 关注我 我会不定期分享一些游戏 以及科技相关内容